通膨的压力高涨 吃掉了薪资成长 也深深冲击了大家实际购买的能力 那么根据行政院主机总处的调查 他们发现说在1月份的平均经常性薪资 来到了45376块钱 是平均年增2.3% 但是碰到了春节通膨 也就是要扣掉一些物价涨幅的时候 3.05% 其实我们平均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其实是这个负成长的来到了0.72% 也是6年以来减幅最大的部分 那么如果从各个不同的产业来做观察的话 如果是从这个平均薪资加上年中的话 经控行业在1月份 他们这个数字是来到50万元 水运的部分有28.4万 银行的话有28.1万 而另外在制造业 他们1月的总薪资平均是大概是10万块钱 那么一个个来看 如果是化工材料的话有20万元 如果是家具的部分有5.5万 如果是纺织业左右的话 大概就是大概6万块钱 那么根据了解 在这个制造业面对到这个是仅仅放缓的情况 他们第一个首先会碰到的就是 加班工时会先减少 最后才会到了影响就位的人数 那么根据了解 其实这个通膨的这只无形之手 是真的影响到不少人的生活 从薪资上面就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